男子与树的命运绑定在一起 形成了通感 没得到超能力不说 还成为了第一个把自己说死的男人 今天这部电影叫做《临终千言》 喷壶是一名口齿伶俐 巧舌如簧的出版社经纪人 除了业务能力极强 能签下各种大单之外 他的口才还体现在生活各个方面 能给自己的生活开各种捷径 能摆脱生活上所有的麻烦事 甚至能用话术让别人帮自己干各种杂活 他才不管说的是否是谎言 只要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对人有没有伤害完全不考虑在其中 甚至连为他治疗的心理医生都被他说得牙口无言 现在的他有房有车有婆娘 但同时也有了连周传的繁重工作 这让他的性情也愈发浮躁 有天喷壶注意到了当下的流量明星 一个信徒百万的禅宗大师准备出书 如果自己能买下他的版权 一定能大赚一笔 然而这个想法所有的著名出版人都有 却没有人能见着大师的面 他找到大师所在的修行地假扮信徒 在一番浮夸的表演后 假装自己得到了神灵的感应 他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大师 只是几句的交谈 大师便看出了他别有目的 喷壶见状直接说明了来意 但大师推脱了 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过多的钱财 喷壶连忙用话术远转想要说服大师 期间无意划伤了自己的手 雪滴在了身旁的菩提树上 喷壶为了签下大师这个大客户 答应身体力行地帮大师宣传教义 这个约定让大师心动了 喷壶成功签下了这个超级大客户 其实 喷壶完全不相信大师的理念 认为只是一种复古的封建迷信罢了 喜出望外的喷壶推掉了所有工作 想与自己已经年迈 有些记不清事的老娘奋向喜悦 然而母亲一直把儿子错当成自己的丈夫 这让喷壶顿时沉默了 原来 喷壶的父亲当年很轻抛弃了他们母子俩 结果出了意外 死在了外面 喷壶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连假扮父亲和母亲一时开心都不愿意 回家后 妻子提议搬家 她表示现在住的别墅很好 但并不适合孩子成长 可喷壶并不愿意 她对现在的居住环境很满意 就在争治时一阵地动山摇 院子里居然从地底破出一棵大树 还没搞清楚原地 喷壶发现 这棵树居然是当初大师院子里的那棵菩提树 上面自己的血迹都未擦干 喷壶虽然对菩提树的出现疑惑不已 但她此时更关心的是大师的书 出版已经出来了 说的是有空找大师问个明白就行了 没想到第二天喷壶就火急火燎的找到大师 因为大师写的书总共才五页 我文案也五页 所以我等于大师 喷壶知道这种书不可能卖得出去 急忙找到大师 想让他把书写得比菜单长些 交谈中 喷壶说起了后院里的那棵树 大师也觉得有些怪异 去到喷壶家观察后 他发现 这棵菩提树和喷壶之间 冥冥中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喷壶每说一个词 树上就会掉一片叶子 大师推测 当叶子掉光时 喷壶可能当场暴毙 喷壶当然不信 从来就只有他喷别人的份 现在居然还能自己把自己喷死 喷壶当场开喷 结果树叶真的成堆落了下来 喷壶吓得掏出斧子 想砍断树 斩断联系 喷壶求助大师 大师表示 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爱莫能助 准备出国和几位同道中人商量对策 这段时间 喷壶只能把话憋着 等自己回国再想办法 第二天 喷壶便闭紧了嘴 变成了闷壶 他还发现 除了说话 其他有具体含义的手写字和手势都不行 于是只能全靠几眉弄眼疯狂暗示 一个靠嘴混饭吃的人 居然要三肩齐口 工作和生活因此一团糟 搞出了很多误会 愤怒 抓狂 痛苦绝望的表情 每天都准时洋溢在喷壶脸上 最糟糕的是 他居然跟菩提树通赶了 任何发生在菩提树上的事都会反映到喷壶身上 因此搞砸了几个重要合同 即使曾经喷壶功勋卓越 但是现在变成了闷壶的他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公司还是直接解雇了他 妻子也受不了他的冷暴力 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闷壶急于摆脱这种怜系 诅咒 在外面各种心善 但无论他做什么善事 树叶依旧一个瓷一片叶子的掉 整棵树已经掉了大半了 终于等到了大师回来 得到的答案却是只能自己去找原因 而方法还是喷壶最鄙视不屑的那套理论 让他放松 让他平静 喷壶崩溃了 他失去了老婆孩子 失去了工作 自己也没有朋友 他认为都是这棵树导致的结果 他喝得大醉 不顾一切地抱怨咒骂着树 生活自己不满的一切 还好被助理及时打晕 只是留下能说的话已然不多了 面对只剩几片叶子的枯树 闷壶痛苦地跪倒在树前 用胶带把自己的嘴封住 边给树浇水 边用心声呼唤着菩提树 希望能得到解决办法 然而没有一点作用 他捡起了曾被自己扔在地上的大师菜单 第一次仔细阅读起来 其中没有找到什么解救自己的办法 但是他好似明白了什么 闷壶找到妻子 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并且认真对待生活中 曾被自己用言语玩弄的每一个人 最后他来到了母亲身边 希望最后能跟母亲告别 他也第一次为了母亲 去扮演那个当年抛家弃子 却依旧让母亲挂念的男人 从母亲的话语里 他体会到了父亲没有给过的那份爱 对当年的事也释怀了 和母亲告别后 只剩三片叶子的闷壶 来到了父亲的墓碑前 他知道代价 但依旧平静地说 我原谅你 这时 最后几片叶子也掉了下来 随着一阵电闪雷鸣 闷壶倒在了大雨中 一阵手机铃声唤醒了雨地里的闷壶 他醒了过来 助理告诉他 树又活了 你心里攒了多少话 让你耿耿于怀 过不好自己的人生 或许我们应该学会 平静地跟自己妥协 去追求更心平气和的生活 另外 身为一个自媒体人 我想这辈子 都别和这种树有什么联系 不然 一挤我就没命了